好 欢迎回来 在上一集经讲班结束了第五幕 师祖宣观的考点之后 我们开始学习第六幕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线 这一部分也差不多是一件 二件市政专业 这一部分案例每年必考的点 为什么呢 主旋律 绿色施工 文明施工 环境保护 但这部分的点又特别简单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点和施工管理教材内容完全重复 管理能考选择 我们这里能考案例 它的这个大道理谁都会说 特别容易理解接受 我们来看第六幕第一条 施工现场布置与管理的要点 汉子二 施工现场要求封闭管理 这部分的封闭的措施 第一个我们首当其冲就讲危党 施工现场的危党的原则 沿着工地一定要连续设置 这个所谓的四周连续设置 就是不能有缺口 这才能体现封闭的原则 它防止无关人员钻入 防止危险隐患的发生 防止相互穿扰 所以一定要连续不得有缺口 为了几件连续不得有缺口的原则 那它的用材就有要求 要选用气体 金属 裁板 这些硬质的材料 这样的话呢 才能连续封闭 你就不能用裁布条 竹八或安全网 否则人家一撩就容易进来嘛 你就挡不住嘛 施工现场呢 也要防止材料绷件伤人 所以一定要能够挡得住是吧 第三条 施工现场的危党 一般不低于一米八 这个一般呢 是车少人也少的情况 你这部分危党呢 至少一米八 是一个成人身高以上是吧 那么在市区内呢 这部分的车多人也多的情况呢 那要更高一点 不低于两米五才可以 那么更高 因为为什么呢 车多人也多 一旦我们有现场 施工作业材料绷件的话 那它这个危害范围广 所以要求更高 能够挡得住 你看我们现场 有用气体的 或者用金属铲牌的 对吧 气体也好 轻属裁板也好 就是硬质材料 才能够挡得住 包括现场呢 我们危党上常常要美化嘛 这部分呢 才能和谐 也是一个文明施工的要求 现场 我们这种 实际上啊 这种定型的裁板 现场用的危党啊 已经越来越规范了啊 很多大型的央企啊 各个国企啊 这部分已经越来越规范了 这个同学们很常见啊 接下来汉字呼呼三 大门和出入口第一条 施工现场 当然要有固定的出入口 走车 走人嘛 那么在这个现场的出入口 有同学就觉得有个问题 那他不就不封闭了吗 你不是要封闭管理吗 对 就算封闭管理 你也不能现场水泄不通吗 你材料 机具要进出 土方要运出 你肯定是有出入口的 但是既然在这里有出入口 那可能无关人员也能进入 我们又要体现封闭管理 怎么办呢 我们设置大门 而大门旁 就要设置专制的门卫和安保人员 我说我们的市政专业喜欢专人 这里肯定要有人开门 大门走车走人 走机具走资料 那么这个时候 你无关人员要有人拦着 专制门卫 他不会放进去的 对吧 所以他等于还是封闭的 虽然这里打开了 但是无关人员安全隐患不能进来 那么制定门卫的管理制度 和交接班的记录制度 就这么一个道理 这个呢 是在19年 应该是6月份 我在北京三号线的工地上 在项目部上 这个企业内讯 我自己采集的照片 实际上这里要拍的话 这种照片无数啊 因为现在这个企业 做的这个文明施工的这个要求 现场已经做的都很漂亮 这就是我们现场固定的出入口 这个大门 对吧 那他就设置了大门 大门旁边呢 这就是有门卫设 有专制的门卫嘛 你看好门尾这里啊 就和我们地铁的炸鸡一样 对吧 都是刷卡进入的 你无关人员就进不来嘛 同学们能够理解这就可以 只有专人执手 还是个封闭管理的一个要求 接下来双破四 施工现场的进入口处 应该有整齐明显的五排一图 好 一件二件在这里 可以考案例的问答 不要认为它简单 你就不去看的 要求同学们按教材的原文去信 不要拿你自己 在企业在项目部上 在现场自己挂个牌子名字 你自己那个名字 很可能不得分 所以就同学们你看清楚 教材上说的是 工程概况牌 管理人员名单 及监督电话牌 消防安全牌 安全生产 无重大事故牌 文明施工牌 五排 还有一个现场总评片图 实际上我们很多企业 现场挂的牌和图比 它多得多 但是我们案例考核的 跃运答案 就这五排一图 管理能考选择 市政能考案例 就是同学们一定要给它记牢了 那么我们看到现场呢 我们现在选用的呢 基本上这个图片 还是和我们教材的原文比较贴切的 概况牌 消防保卫牌 文明施工牌 安全牌 市场监督牌 那还有我们的 实际上总平面图 所以这五排一图呢 厂考案例 包括呢 概况牌是吧 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 安全生产牌 文明施工牌 消防保卫牌 那又有一个图 五排一图了吗 还有一个图 施工现场 平面布置图 所以同学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能够答得出来就行 再让我们看汉字4 零食设施搭设与管理 我们来看汉字括弧1 这部分呢 我们要求同学们 你能看到 这部分的汉字括弧1 零食设施种类 有哪一些呢 教材上写的四段 我不要求同学们 看段落的文字 既标题 多选案例 都能考虑出来 办公设施 生活设施 生产设施 还有辅助设施 看看这个图 这部分的工人宿舍 就属于生活设施 包括厨房 是吧 厕所属于生活设施 而这部分的办公室 一定要注意 那很明显 就属于办公设施 它都叫个办公室 什么会议室 就属于办公设施 然后什么钢筋的加工器 堆放厂上的 加工车间 这就属于生产设施 对吧 而什么消防器材 停车场 那就属于辅助设施 同学们能够理解 你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应用 知道这些名词 这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 2013年 一线接到案例庭的结许 A公司相公部进场以后 将零食设施当中的生产设施 搭设在施工的购筑物附近 它把生产设施搭在这里 其余的零设呢 搭设在原厂区购筑物之间的空地上 那就说明背景资料里 这四大零设有了一个生产设施 果不其然当年的第五题 让你列出本工程其余零设种类 除了生产设施还有什么 生活设施 办公设施和辅助设施 我们把它按教材的原文 打出来就就可以 说明13年到我们20年 这部分的教材 这部分都没有变过 这是对的 接下来汉字胡二 临时设施的搭设与管理 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点 职工宿舍 职工宿舍这部分的点 你还真别看不上它 常考选择题 第一部分 注意 不得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 设员工的集体宿舍 这句话出自于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原文 也就是说你没有竣工的建筑物 它还不稳 容易倒塌 那你要有员工集体宿舍 就容易砸死砸伤的事故 同时尚未竣工的建筑物里面 有有害的释放的 这样的一个释出物体 实际上它这部分的环境质量也比较差 对吧 那么这部分呢 它有一些危害物吸出释放出来 这些释放的气体对人体有害 所以也不适合居住 尤其它有很多火灾的隐患 容易引起火灾 引起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 就不得设置员工集体宿舍 但是呢 很多学员 那老考生比较多一点 他就问集体宿舍 到底几个人才算集体 所以我们的市政考案例 从来不会考这句话 他考什么呢 在建工程 不得住人 什么意思 一个人都不能住 我不管你是不是集体 集体宿舍群死群伤 这个事故更恶劣 后果更严重 但是我们考案例的时候 安全生产安全第一 一定要保证 在建工程一个人都不能住 你记住这部分的改错题就可以 接下来双框二 宿舍是可以开启式的窗户 要能打开 这也为了保证 整个室内的空气质量 保证室内的一个起居环境 这个窗户又能开 不能封死 同时呢 也要避免安全隐患 注意是一个外开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门 是往疏散方向打开的 也就是往外推开的 这样才能跑得快 如果是内拉门 你还要让开一个声位 才能把这个门拉开 那你后面的宿舍人群跑出来的时候 一旦推着你 很可能推到这个门 就往里面拉不开来 因为你刚想往里面拉 后面的人拥过来了 这样拥堵了以后 这个门不力打开 宿舍速度就慢 宿舍时间就长 容易发生失误 所以一定是外开门 不是内 可以考改错 可以考改错 接下来宿舍内 要保证有必要的生活空间 什么要必要呢 室内的进高 不得小于2米5 我记得一键的项目管理 写的还是2米4 错的 应该是不小于2米5 通道的宽度 不得小于0.9米 每间宿舍的人员 每间宿舍居住人员 不应该超过16人 数据给他记住 不能太多 不能太嘈杂 保证生活质量 宿舍内的单人铺 所以不得超过两层 也最多两层 年轻使用通铺 床铺间距要大一点 不得小于0.3米 宿舍内 当然不能放材料 机具和其他杂物 一旦放了 影响疏散 同时材料很可能 依然可然 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所以不得对方 那看我们现场这个图片呢 那就比较规矩 是吧 首先进高 够2米5 而且它就两层 而12345678 5678 就住8个人 也不够 不到16个人吧 而且呢 就两层 以及床铺之间的间距呢 也超了0.3 因此我们同学们呢 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那可开洗式外窗 它还是做的比较规矩的 基本上都按照我们这部分呢 这个道路来 通道的宽度 你看那也是在0.9米上 是吧 都按照我们这部分的数字要求来 还是比较规范的 接下来汉子库库3 材料堆放与库存 阿拉伯数字2点 主要材料半成品的堆放 我们来看双挂5 各种模板应当按规格 分类的堆放整齐 地面要平整坚实 还是一样一个道理 地面如果不平 或者是存在力不够 模板就会跟着变形 造成破坏 那么敌放的高度呢 又说了 不宜超过1.6米 因为越高越容易滑落 越容易塌落 造成安全事故 而越高模板当然就越重 对于地基呢 很可能产生了过大的 客载产生变形 也会有破坏 大模板存放时呢 在专门设计的存架上 用这样的现场怎么存放呢 注意可以考选问题 两块大模板 面对面的存放 这才是规矩的做法 存放在施工楼层上的时候呢 要满足一定的滋稳角度 使得它重心后移嘛 是吧 还有可靠的防倾倒的措施 啥意思呢 咱们一看就明白 这就是我们说两块相对的大模板 实际上我们有 常常现场的用对销螺栓 还有我们顶部的卡锯 给它固定住 是吧 给它固定住 然后大模板存放的时候呢 打开这个直升架 这个直升架就是打开来的 只有一定的滋稳角度吧 然后这样这个板面的 后倾一定的角度 而且是这两块大模板的 面对面的存放 相互之间抵着脚 这就是我们存放的 后倾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这就是现场一个具体措施 同学们一看就能明白 好 第六幕第一条 我们就复习到这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幕的第二条 环境保护管理 这样一部分的要点 我们一起来看汉子二 管理的内容 与要求的第一部分 防止大气污染 从这开始 就绝大部分的考点 在施工管理这一部分都有 所以我不需要多解释 而这部分这么多段 有同学说很难记 不要去 答案例 这部分呢 主要考案例 考案例的时候 你只答我黄体字的 关键词足够 你不用一个字不落的模型 第一个 防止大气污染很重要 我们今年年常常讨论的 PM2.5 实际上工地上 不仅PM2.5 PM10都有 确实我们这个建筑工地 是我们环境污染的 一个主要源头之一 因此防止大气污染的 避免阳沉呢 是我们项目经理的 一个重大职责 那么为了避免阳沉呢 你看啊 这些主要的道路啊 料场啊 施工场地 这部分生活办公区 首先一个措施 硬化 因为一旦道路硬化 道路表面的浮沉就少 它比你泥土路的阳沉就少 再加上下了雨 它可以避免道路泥泞 防止施工难度的增加嘛 而且硬化存在力还高 我们之前多次解释是吧 所以硬化没问题 落路的场地 和集中的堆放的土方 风吹土仰怎么办呢 固化硬化 我们结束出来了三化 硬化固化一个道理 绿化呢 通过植物的跟进来抓土 避免阳沉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覆盖 盖住了风就吹不起来了 想我们工艺上很多都是覆盖啊 同学们看的特别多 如果土还出来了怎么办呢 洒水降沉 用洒水车 包括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物货机 喷出来的吸水物啊 和空气当中的这些尘埃颗粒结合 它就可以降沉 夏天喷的时候呢 还能降温嘛 第二个 使用密幕式的安全网 对于在建建筑物购注物进行 那么它的关键词就是封闭 拆除的时候呢 隔离 撒水 防止降沉 在规定期限内呢 把废弃物清理完毕 所以你看看这个套路都一样 硬化固化绿化 覆盖 封闭 撒水降沉 都是一个大量的套路 关键词都一样 第四段 那么现场呢 我们根据风力和大气湿度的具体情况 进行土方回田和转运的作业 风力太大了 我们就不能土方回田转运 否则风一吹 土就飘下来了 那么根据呢 风力和大气湿度 进行现场作业的选择 要求同学们呢 你要能够判断 这两个依据 能考案例 能考选择题 然后呢 又是撒水 沿线降沉 第五个 是否现场混凝土的搅拌场 当然了 这些混凝土半合物是颗粒性的材料 好 关键词一样啊 封闭降沉 水泥和其他一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 怎么样 密闭存放 砂石料 这些散料呢 覆盖 讲来讲去 就是密闭封闭覆盖嘛 对吧 洒水降沉嘛 所以基本上的套路 都是这些关键词 第六个 时空现场应该设置 那又是密闭式的垃圾蛋 时空垃圾 生活垃圾分类存放 及时轻用出场 那么时空垃圾的轻用呢 又用封闭式的容器 调运传送 目的呢 就是防止阳沉 能不能凌空抛杀啊 时空管理教材有这个原文吗 你一洒到处都是 那不是大气污染吗 从事土房扎土砂石灰浆和时空垃圾 这些散装流体物料运输的车辆 还是这个关键词啊 密闭啊覆盖啊 按规定的路线行驶 而且现场的出入口 有这么一句话我需要强调的 要由采取保证车辆清洁的措施 什么意思 要由洗车池 洗车槽 也有地方叫洗车胎的 为什么 时空场地的这个车辆 它的车轮脏 夹大的泥土 车厢板也比较脏 那你出去就容易污染湿身道路 所以在出厂之前 我用水把它冲干净 对吧 如果到了现场 到了我们场外 还有一啥怎么办 是专人清扫 社会交通路面 说明这个专人多么受青睐 讲到现在都有个专人的设置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理解 你看啊 现场 我们这部分呢 首先是道路的硬化 对吧 避免扬成 常见的场地的硬化啊 然后呢 现场我们也要绿化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绿化抓土 也避免扬成 也是文明施工啊 现场郁郁冲冲的也好看啊 那么包括我们 实际上洒水清扫 叫个活完料尽脚下清吧 是吧 那避免呢 浮沉太多 包括我们尽量覆盖 或者是封闭式的容器 去运输这些 散状流体的物料 好 下来我们看汉字库话 防治水污染 这部分的第一条 施工场地应该设置排水沟 沉淀池 我们讲到现在呢 有水一定要给它排掉 而我们讲泥浆的时候 也一直去强调有雨 沉淀池 对吧 泥浆循环运用 但是说我们工程做完了 剩下的这些污水泥浆 怎么办呢 现场随意流淌 随意掩埋行吗 错了 防止泄露外流污染环境 那么污水 我们先说它怎么办 污水和泥浆 我们分开来讲 两个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个污水呢 尽可能的重复使用 是为了节约水资源 四节一环保嘛 绿色施工 这叫节水是吧 但是后面这句话 包罗万钱 这一句话 你不要等闲事之 考案例啊 按照规定 排入市政污水管道或河流 什么叫规定 这部分施工管理老师也讲 但是我想他应该讲不到 我们市政案例这么深 什么叫规定 怎么排 实际上要有两步骤 第一步要办正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施工单位 必须要和我们市政管理部门 你要签一个 临时排放许可协议 你要有个临时排放许可证 你要有权力排 这是一个规定 第二个 才是我们管理老师 可能讲的比较多的 要经过相应的处理 达到排放标准以后才能排 也就是说 就算是污水 我能够直接排到 市政污水管那里去吗 都不行 因为我们工地上的污水 有毒有害 污染性更强 哪怕是水我们市政的污水管的本身就是排脏水 有同学说你排脏水 你直接排污水 不行 因为你污水 工地上的污水影响更大 所以你还得先办正 然后达到排放标准 经过先一处理 你才能排放 我们管理老师讲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我们的现场污水 你将能不能排放到附近的河流 湖泊里去 这都知道不行 因为不能污染水体 但是我们案例考的是 你能不能排放到市政污水管道里 有同学说可以 和污水管的就是走脏水的 不行啊 也要两步走 但是泥江你这两步走都不行 泥江完全是不一样的套路 因为污水管的不能走泥江 会堵上 那么泥江我们很多工地上 就地也埋也是错 你要埋也给我埋远点 正确的做法考单选考案例 叫一个专用罐车外汽 这个专用罐车啊 就是泥江罐 泥江罐车 你给它运远一点 外汽嘛 一般都是一些废弃的农田啊 水汤啊 你把它扔掉业门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处理措施 那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泥江罐车 泥江车 它就到指定地点去丢弃啊 那么这部分的水泥入库呢 也很好 这部分的是一个套图 给同学们去看看 入库啊 整个就密闭了 它比你覆盖还要好是吧 所以我们这部分呢 也是我们现场的一个文明施工体现 包括也有绿化啊 防止阳尘 好 汉字库库三 防止施工造成污染 我们刚刚大气污染 防止水污染 咱们都讲了 现在我们要防止造成污染 那么这部分的施工现场的强造成设备啊 要求远离居民区这一侧 这个太好理解了 比如说空压机造成很大 比离居民区远一点 距离远了 声波传递过程当中 衰减就多一点 传到居民区那里声音就小一点 他达到了一个降噪的作用 这一句话很好理解 但是17年二线的 四镇专业的案例题 好多同学 没把这句话答出来 两分没拿到 这道案例题同学们 去关注我们的案例专项班就可以 接着双工考三 对于应生产工艺要求 或其他特殊需要 确需在 什么呢 22时 也就是晚上10点 到四十几点呢 6点 这部分法规要是夜间 夜间施工的时段 像个水果的名字一样 16 晚上的10点 到四十净成的6点 注意啊 不是晚上变黑了 到了夜间 就是夜间施工 不是 它是以居民休息的大部分的时间 来做夜间施工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是从晚上10点开始算的 一直到四十净成的6点 如果你要做夜间施工的话 强造生工作的话 施工前 谁呢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先要到有关部门去提出申请 一般都是环保部门 申请办什么呢 办夜间施工许可证 这也要办证 你才有全夜间施工 然后光有证就行了吗 还不行 好 案例改错 必须要公告 两不缺一不可 有的时候呢 案例背景资料 给你编一个理由 为了赶工期嘛 我一边申请夜间施工许可证 一边夜间施工 可以吗 不行了 那就说明你夜间施工的时候 没有证 那是不能夜间施工的 那么我办了证 就可以夜间施工吗 不行 还得公告 取得理解和知识吗 你没有公告也是错的 考案例改错 下来双矿5 那么对于产生噪声和震动的这些机具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注意啊 这句话写的和施工管理教材一样 我们不需要知道具体的措施 我们只要把这些话写出来 叫个消声 吸声 隔声 降噪 教材上又说了 规定时间里面 你不能使用空压机 这些噪声大的这种机具 如果必须使用的话呢 它有个具体措施 隔声棚 实际上我们很多 比如说上海的内环中环 它旁边有隔声屏障 因为它旁边有民居 比如说有酒店旅馆 这个时候这个隔声屏障 跟这个隔声棚的原理一样 声波传递过程当中啊 它切断它的传递路径 起到一个摔写的作用 但实际上这个隔声棚 往往在案例当中 你不用具体打出 你只要记住 销声牺牲 隔声降噪就可以 接下来汉子库胡斯 我们刚刚呢 防止造成污染也说了 接下来防止 施工固体 废气物的污染 我们来看第一段 运输 砂石 土方 扎土 建筑垃圾的施工车辆 要求一样啊 虽然现在是防止固体 废气物 它出厂也是用散布覆盖嘛 还是密封嘛 避免泄露遗产嘛 指定地点期限 对吧 到指定地点清洁之后 防止固体 废气物污染环境 关键词还一样啊 双控二 能够按理改错啊 注意 运送车辆 不能装的过满 有的时候 为了少装几辆车 为了省钱 装的过满 就容易有遗产 为了防止抛洒地漏 不能装的过满 而且要给它盖上 它不就不漏了嘛 施工出厂前 又再次强调有专人 检查什么呢 车出厂的时候脏不脏 现场出口处 那要有洗车池 你要把车充起干净嘛 待土方车出口的时候 把我们的车轮 给它充起干净 就这么一个道理啊 同时还要求什么呢 司机在转弯 上坡的时候 慢一点 否则由于惯性的原因呢 会把这个车厢里面 带的这些杂物 物体废弃物 很可能被甩出来 因此避免遗产 我们要减速慢性 而且专人一个还不够 还要有专人 对于土方车辆行驶路线 进行检查 为什么 谁污染谁治理 谁遗产谁清扫 发现遗产 一定要及时清扫 考案例题 用这部分呢 常常能考案例 好 我们现场这些土方呢 覆盖洒水车 洒水降成 洗车池 现场我们出厂的时候 把车轮给它充起干净 我们基本上呢 要用封闭式的容器呢 进行运输 防止泡撒地露 现场的图片呢 看上去呢 还是印象很深 如果污染了社会交通路线 专人检查 专人及时的清扫 如有遗产 及时清扫 那前面的土方车 掉下来的土 我们工地上人呢 就得派人及时清扫掉 扫干净嘛 是吧 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样的一个应用的原理 就可以啊 好 固体飞机物的污染 讲完了 第五部分 防止时空照明污染 我们直接看第二条 对于时空照明机具的总类 灯光亮度 当然严格控制 因为我们工地上的敌灯啊 照的是亮如白昼 特别亮 所以我们可以调暗一点 照度低一点 尤其是现场照明灯具 要配备定向照明灯照 目的是改变它的光照角度 使用前调整好 这样的一个照射角 是吧 调整我们的光照角度 不要让它照着住宅 不要让它照着居民区 改变光照角度 也是避免照明目染的 一个主要措施 一个是调暗点 第二个是调角度 是吧 一个是调暗点 第二个是调角度 实际上呢 还有个什么 加遮光板 因为我们现场呢 有时候夜间它电焊 它有焊壶 是吧 壶光外泄 所以还有加遮光板 这样的应用 也是比较常见的 你看 工地上这些敌灯 就会参与很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光污染 影响居民修行 所以你把调暗点 改变光照的角度 是常见的措施 可以靠暗利 这部分呢 我们包括在焊接室 红旺外线 加遮光板 进行遮挡 这事工管理老师 都会去讲的 好 至此 我们整个第七幕 整个现场管理 相应的内容呢 我们到这儿呢 就告一段落了 下一讲 我们将接着 从后续的内容 开始我们的复习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